民眾利用康乃馨編成美麗的花圈 還有看似發高的香氛蠟燭 包裝成精美小禮物 2021文昌保佑眾所矚目活動 安排闖舞關及舞伏文創手作DIY闖關 由手作重型皮革零錢包 祈願香氛蠟燭 DIY花樣花圈等五大關卡 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就看到有活動想說 就是來參加玩玩看這樣子 還滿有趣的啊 一鳴驚人 這個很簡單 小朋友都很容易上手 第一個是口彩啊 第二個他比較實用 有這個活動可以讓家人一起參與啊 覺得很開心 然後自己動手做樂趣也很多 每年五六月適逢母親節及端午節 同時也是國中會考登場的日子 台北市文昌宮諷寺的文昌帝君 向來被視為考生的守護神 因此中山區公所融合各節慶特色 與台北市文昌宮舉辦2021文昌保佑眾所矚目活動 為考生們祈福加油 我們希望在國中會考之前能夠辦這樣一個文昌保佑 就是希望能夠保佑所有的考生幫所有的考生能夠來祈福 在考場能夠非常的順利 那一切平安 那一切平安 那能夠金榜提名 那當然今天也準備了五個闖關的這個遊戲 那希望這個藉由五個闖關的遊戲能夠集五個福氣 那得到我們文昌公所贈送的這個考神筆代 那帶著好神筆代上考場 趁著這個每年的國中會稿的前夕 替那個考生來加油祈福 讓他們考試順利 順便因為今年也生氣特別的意義 因為在母親節的前夕 祝天下媽媽母親人快樂 現場還安排大直國小舞獅表演 以及五常國中流行MV舞等精彩演出 還有勢力保健檢查 以及各項宣導攤位 熱鬧豐富的活動 讓現場民眾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日午後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謝謝各位 謝謝 妳們 試勞 謝謝 請